這個方法的話就跟eSale裡面一模一樣 所以你以前會用eSale裡面的Round的函數 這邊也可以啦 所以這邊我把它執行一下 應該剛剛再輸入一樣 75Enter 然後這邊175Enter 有沒有 24.49 那特別注意啊 這個Round是真正的幫你做四捨五路 當然另外一個方法叫Format 這個Format比較像我們eSale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按什麼取消小數點位數有沒有 那個就是格式 但實際上它沒有真的幫你四捨五路 它只是表面上幫你變成看起來像四捨五路 但實際上沒有喔 在Python裡面一樣有類似的用法 Round是真的去四捨 那如果說你要用那個Format的話 我們後面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試著把這個BMI先算完 那算完之後的話呢 後面可以照著剛剛講的 如果上面有講嘛 反正這些剛剛都做過了有沒有 所以我如果要做個邏輯判斷的話 那我底下呢就可以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if BMI怎麼樣 小於18那過輕 然後呢 這個之間的話就標準 這個之間就過重 其實這有點像怎麼樣 把它做翻譯嘛 感覺好像就是把它翻譯過來 所以以後喔 只要你有類似工作上的用途 其實不就是這樣子 翻譯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程式裡面主要是把你以前 人要去做的邏輯判斷 換成電腦去幫你做判斷 然後每天只要有東西給他 甚至就是說 比如一個學校 假如幾千個學生 你只要所有人的身高體重的資料 從資料庫倒過來 直接丟給Python 全部就知道說 學生裡面呢 過重的比例多少的報表就出來了 甚至還可以馬上畫那個視覺化的圖出來 馬上可以知道 而且跟前面幾個年度的學生 比如說哪個年齡層 哪個年級的BMI最胖 如果經過什麼改善之後有沒有變好 那你不就可以有個比較的報表 不然的話 以前他要用人工來做 哇那要花多少時間 可是如果你會用電腦來做 簡單倒不行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BMI部分試著做做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切一下 所以BMI 那這個剛剛的東西 基本上我是參考那個Google的結果 所以你如果要一個類似的邏輯的話 你就在Google上面搜尋BMI 那第一個連結就是我剛剛用的參考 那其實網路上還有很多 這類似BMI 你要計算什麼 都有相關的規則 所以你只要有個規則 就會有個邏輯 那有個邏輯 那你可以 就可以試著把它 針對那個邏輯寫出 那個多重的邏輯判斷 所以其實這一套 反正就大概類似的做法 也不需要特別抓牛角尖 反正寫來寫去就長這樣子 盡量你有一致性的寫法 我是建議像我剛跟各位講過 我習慣用AND 如果你不習慣用AND 你把它再轉一下方向 也一樣得到一樣的結果 盡量不要說你今天初一十五寫不一樣 那真的就麻煩 到底怎麼寫 連自己都搞不清楚 那就麻煩了 所以最重要就是說 你一定要找出你習慣的寫法 OK 不要就是被我的參考答案給綁架了 不然的話以後你想不出來 每次都要看別人的東西才寫得出來 如果別人沒有給你參考那你怎麼辦 那你就不會寫了 好可以 所以盡量嘛 你去思考沒關係 啊程式沒幾行